有一天老师讲到了惯性这一刻 但是小明呢和小伟在下面讲废话 这个老师啊暗示了小明一眼 可是小明呢仍然是我行我素 一时候老师就agry了 拿着教鞭对准小明说道 小明啊我刚才讲了什么内容啊 小明回答惯性 那你给我举个例子吧 小明怅着脸回答道 刚才我在下面讲话 虽然您暗示了我一眼 但是我没法马上停住 这就是惯性